全油管最快新闻 介密2024年2月4日 着近下集市揭秘成都交投集团员党委书记 阮亚林的腐败 纪委监委制作的电视专题片 发布与连接四川微信公众号 阮亚林从奢华宴请到收受贿赂 沉迷于吃喝玩乐 他设定收钱的底线 但多次突破限额 在退休后他经商牟利 阮亚林被发现在青城山镇的房子内 藏有1900余万元现金 阮亚林记是人生赢家又是人生输家 最终受到党纪国法严惩 此案是成都市第一起 县值市蜀国起一把手腐败案 成都交投集团是该案发生的单位 本文斋自电视专题片 着锦下集市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